而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大哥 二号晚间病逝在高雄路主老家 享受82岁 由于王金平的父亲早逝 是由大哥一间来扛起照顾的责任 而他也是王金平踏入政坛 每回选举的重要推手 兄弟感情相当的好 不过二号的时候呢 王金平得知大哥病危 上午搭高铁急着南下 却因为高铁停摆 被迫在台中乌日站下车 幸好后来转搭有人的车 顺利回到老家 见到大哥的最后一面 王金平大哥病逝 一大早高雄路主老家 不少地方人士赶到现场料宴 身穿素面上衣的王金平 一一握手感谢 但脸上表情难言沉重 长兄如父 而且呢 因为他出道很早 而我父亲呢 也过世的比较早 所以呢 一切都是等于他来照顾我们 来栽培我们 一句长兄如父来形容兄弟关系 王金平对大哥相当敬重 尽管前阵子深陷政治风暴 仍然多次抽空回到高雄老家 探视当时重病的大哥 两人的兄弟情优似可见 全局每次都是他来这个主持所有的大计 所以一路上的关心又栽培 那也为我付出非常的良多 二号上午王金平得知大哥病为 立刻赶搭高铁南下 却遇上高铁停摆 被迫在台中乌日站下车 当时虽然心里焦急 但一向和善待人的王金平 对于民众要求合照仍然来着不去 幸好后来转搭友人的车南下 顺利见到大哥的最后一面 经历了两三个小时内 终于他最圆满的结束一生 我们都是应该也有安慰的地方 王金平大哥病逝 告示长陈菊一早也到老家调研致疫 而在历经政治风暴后 总统马英九是否表达哀悼 也受到地方认识的关注 记者陈古明王月方SNG小组高雄报道